1.珍宝阁 西炸老街领900万战神 本月五神坛 紫禁城服战队携带3000万战神来世汹汹 目标就是夺冠 有部分区选择了臂其锋芒 先不拿战神 不过珍宝阁和西炸老街两个区 都带上了积累了两个月的900万战神 他们将会成为紫禁城冲冠路上的最大威胁 2.明秀园 生日快乐领600万战神 明秀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更新之后 整体硬件与西炸老街基本持平 指挥东方也开启了全新的打服战方式 不再执着于存战神 本月他们携带了600万战神 生日快乐张梦霄也没有选择存战神 直接启用了600万战神 对187连服战发起了冲刺 3.羽岛一个月700万战神 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羽岛服务器就积攒了700万战神 速度快的惊人 超越了所有的服务器 2月份的服战 他们不会携带战神 4.神秘人买第二三伤害而逝 新海湾张大炮老板的全服 第二三伤害而逝 摆上藏宝格没多久 就被神秘老板直接高价拿下 传闻就是一位豪门战队的老板 正在悄悄打造一个顶级的物理号 5.财经哥卖159第一镜台 159大佬财经哥 已经买下了159第一镜台宝宝 这只12技能的VP镜台狂暴 无论是资质还是技能 都非常完美